煮料,黄米面500克,煮熟的红豆300克,红糖100克,准备时间30分钟到1小时,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,黄米面加温水和撑面团,分成小半搓成小园子,水开后倒入黄米原子,煮至原子浮起,倒入煮熟的红豆,再次煮沸后再煮2-3分钟,根据口味调入红糖即可, 烹饪技巧,黄米面是大黄米磨成的粉,同糯米一样具有粘性,北方多用黄米来做粘性食物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